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今天咱们要聊一个是关你我养命前的大事 社保基金又要加码投资国内资本市场了 这可不是小事 关系到咱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官方说法是加大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 和国际民生的战略性 基础性领域的长期股权投资力度 听起来高大上吧 但BOSS我翻译翻译 那就是韭菜们 你们的养老钱又要被拿去填A股 这个无底洞了 咱们先来看看丁学东丁书记 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高论 持续加大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力度 嘖嘖嘖 这口气 这魄力 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A股是全球最稳健 最赚钱的市场呢 可现实呢 A股 那可是全球著名的韭菜收割机 多少散户倾家荡产 多少中小企业黯然退市 这点咱们老百姓心里都有数 现在好了 社保基金这个巨无霸 也要进来兴风作荡了 说是长期投资 价值投资 可BOSS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这个决定背后的逻辑 和可能带来的影响 首先 我们需要了解社保基金的现状 截至2023年底 社保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 超过6万亿元 号称年均投资收益超过7% 乍一看 这个数字似乎还不错 但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几个问题 一 这个7%的收益率是如何计算的 是否扣除了通货膨胀 二 与其他投资渠道相比 这个收益率是否足够有竞争力 三 这个收益率能否满足 未来日益增长的社保支出需求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具体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2.0% 如果我们用7%的民意收益率 减去2%的通胀率 实际收益率只有5%左右 考虑到社保基金的庞大规模和关键地位 这个收益率是否足够病人满意 再来看看今年上半年 社保基金的投资布局 据Win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4年8月19日 共有96家上市公司 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 出现了社保基金的身影 二季度末合计持仓市值253.22亿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 通信 基础化工 电力设备三大行业 是社保基金重点布局的领域 持仓规模均超20亿元 乍一看 这些行业确实符合国家战略方向 但我们不能忽视它们面临的挑战 一通信行业 虽然5G建设如火如荼 但运营商面临巨大的资本支出压力 盈利前景并不乐观 二基础化工 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环保压力巨大 国际竞争激烈 三电力设备 受新能源政策影响 传统火电设备需求下降 新能源设备竞争激烈 社保基金真的能在这些 充满挑战的行业中 挑选出优质标的 实现稳定增值吗 BOSS我持保留态度 更让人担忧的是 去年12月 财政部和人设部还起草了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境内投资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要把股票类 股权类资产的最大投资比例 分别提高到40%和30%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社保基金 可能会将更多资金 投入风险较高的权益类资产 好家伙 这不是要梭哈的节奏吗 BOSS我真是为大家的养命钱 捏一把汗啊 那么社保基金为什么要加码投资股市呢 表面上看是为了保值增值 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但BOSS我认为 这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一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社保基金入不敷出 近年来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土地财政难以为继 地方政府债务高企 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 根据财政部数据 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万03701亿元 同比增长6.4% 增速较前几年明显放缓 而同期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万4803亿元 同比增长5.4% 收支差额高达 6万1102亿元 与此同时 随着老龄化加速 社保支出却不断攀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3年末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 为29764万人 占总人口的21.1%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 为21693万人 占总人口的15.4% 预计到2035年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 将达到总人口的20%左右 面对如此巨大的人口结构压力 社保支出必然会持续增加 为了填补这个巨大的缺口 政府只能打起了 社保基金的主意 二实体经济不景气 缺乏优质投资标的 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 高速增长的红利 已经消失殆尽 现在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阵痛 房地产泡沫破裂 出口增长乏力 民间投资信心不足 实体经济一片萧条 让我们来看几组数据 2023年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下降9.6% 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8.5% 销售额下降6.1% 2023年 户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9.02万亿元 同比下降0.2% 其中 出口21.59万亿元 下降0.4% 2023年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下降0.4% 增速低于全部投资 3.4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 社保基金很难找到 真正有价值的投资项目 传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如国债 银行存款等 虽然安全性高 但收益率低得可怜 而高风险的房地产投资 又面临着政策收紧 和市场调整的双重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股市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三股市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A股虽然问题多多 但好歹还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池 截至2024年8月 互深两市总市值 约80万亿元 流通市值约65万亿元 这个规模足以吸纳大量资金 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 引导资金流入股市 人为制造繁荣景象 从而缓解财政压力 稳定社会预期 比如 降低股票交易易花税 刺激交易活跃度 放宽融资融券限制 增加市场杠杆 鼓励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提振市场信心 放松IPO和再融资审核 为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这些措施短期内 可能会带来股市的繁荣 但长期来看 能否真正改善上市公司质量 提高投资回报率 还是一个大问题 说白了 社保基金加码投资股市 就是一场豪赌 赌赢了 或许能缓解燃眉之急 赌输了 那就是拿老百姓的 养命钱打水漂 BOSS 我真不敢想象 如果社保基金在股市巨亏 会引发怎样的社会动大 让我们来做一个极端假设 假设社保基金 将40%的资金 约2.4万亿元投入股市 而股市在未来一年内 下跌30% 这在A股并非不可能 那么社保基金将损失7200亿元 这相当于2023年 全国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 10%左右 这样的损失 将对整个社保体系 造成巨大冲击 当然 支持者可能会说 社保基金是长期投资 不应该只看短期波动 但问题是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我们有多大把握说 A股能在未来5年 10年实现稳定增长呢 近年来 A股市场表现并不济入人意 以上证指数为例 2015年6月12日 上证指数达到5178点的高点 而到2024年8月19日 上证指数仅为3168点 9年时间跌去近40% 如果算上通货膨胀因素 实际跌幅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 将大量社保基金投入A股 是否明智 是否有为受人之托 中人之势的原则 那么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提高警惕 认清现实 不要被官方的宣传所迷惑 要明白 社保基金加码投资股市背后的风险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 社保基金的运作 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二 关注政策 理性分析 要密切关注社保基金的投资动向 了解其投资策略和风险控制措施 比如 社保基金的具体投资比例是多少 投资哪些行业和公司 有什么风险控制措施 投资收益如何 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这些信息应该向公众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三多元配置 分散风险 对于个人而言 不要把所有的养老希望都寄托在社保基金上 我们应该 积极参与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 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进行个人投资理财 如购买基金 股票等 适当配置一些实物资产 如黄金等 总之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要通过多元化投资 分散风险 保障自身利益 四 积极发声 维护权益 作为社保基金的最终受益人 我们有权利 也有义务关注和监督社保基金的运作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向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反映意见 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 理性讨论和发声 参与相关政策的公众意见征集 支持和参与 有关社保基金运作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 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才能避免养命前被肆意挥霍 五 推动制度改革 提高透明度 长远来看 我们需要推动整个社保体系的改革 提高其运作的透明度和效率 比如 建立独立的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 由专家公众代表等组成 定期公布社保基金的详细投资报告 包括投资策略 收益情况等 引入市场化的基金管理机制 提高投资效率 完善社保基金的法律法规 明确其全责边界 只有建立一个真正透明 高效 可持续的社保体系才能让人民群众真正放心 最后 BOSS我再强调一遍 社保基金加码投资股市是一场危险的豪赌 这不仅关系到数万亿的养命前 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持警惕 积极参与 共同监督 确保社保基金能够真正实现保值增值 为我们的未来提供可靠保障 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结束今天的讨论 社保基金就像是一艘巨轮 承载着全国人民的养老希望 现在 这艘巨轮正是向波涛汹涌的股市大海 大家觉得 咱们皇上有没有能力 把这艘巨轮 使出这片危险的海域呢 至少BOSS觉得大家还是抓紧传闲 最好能为自己准备好海南工具的准备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皇上的驾驶技术可真不咋样啊 说到这里 大家怎么看待社保基金将加码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